傅斯哥憋万天脸痛红 傅斯哥假花 解铃还得吸铃人呢 那咱们就几个找 这小子咱说 就他们让他放人 不放人咱就干死他 这招行不行 老铁们你们说傅斯哥这招行不行 跟你们互动一下 傅斯哥就问这招行不行 哑巴 那傻子 四哥 你是南哥的四哥 你说干谁咱就干谁 唐立强瞅瞅 可悲 干死一个两个都一回事 张军就感觉 这招有点太粗暴了 四哥讲话别废话了 怎么找到这人 咱们给送上路不行 杨彪能知道 他在哪住院 打仗那天赌博的杨彪在 在那个县上 别废话了 咱找杨彪去吧 行 张军也感觉不到哪个差事 反正就感觉他把这个事吧 有点太简单粗暴 那四哥 四哥最大了 四哥说话去吧 那话不多说 杨彪啊 改这个松北区正放橘子呢 在自己家中啊 杨彪正放橘子呢 外面来个小吉普 啊 卡 车一下 福斯哥 啊 带着当时 咱说了 张军躺了墙 哑巴跟傻子 这四四四大个人吧 在家福斯哥 这五个人啊 五虎将 拒权了 啊 找一下子杨彪 你告诉他 到底去 故乡的福斯找的 福斯哥 彪哥 彪哥 福斯哥来了 找你有事 彪哥改屋 这里了 和他放去 啊 福斯来了 他来干啥的啊 啊 福斯哥 那就相当于阎文爷爷 他就让你三更死 你不敢活五更啊 他找我干啥的 他都没好事 杨彪下的 出来了 四哥 四哥 福斯一瞅 你认识我啊 四哥 认识你四哥 四哥 屋里坐屋里坐 四哥 四哥咋的 最近那个手头紧呢 缺钱我给你拿点 四哥啊 三万五万 十万八万的 福斯讲话了 不废话了 啊 简单的 我跟你说个事 说 元南被人给抓了 好像是你朋友点的炮吧 啊 你知道咋回事吗 杨彪一瞅 在瞅着后面 唐立强 当就是 哪个都惹不起啊 四哥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咋回事 我跟你说就完了 四哥 我都劝我那朋友啊 说别整那些没有用的 就那个赵宝城 他点的炮 啊 他有个哥们就是姓队长 内逼他妈抓的人 福斯一平是吗 赵宝城 敢打住院你知道不 就在道理区 这个这个这个人民医院啊 就这个二零五包 二零五 那个那个房间 我当天去 我都劝他了 四哥 你看 跟我可没关系啊 福斯哥瞅瞅了 没别的事啊 没别的事啊 你要敢给他通风报信 啊 你记住了 后果你自己想 啊 我知道四哥 四哥慢走啊 我他妈还没说我走呢 啊 四哥那你进入一会儿 不对了 走了 四哥转身一走 啊 立强 你不走呢 唐立强瞅瞅 敢 这时候张军他下手都晚了 唐立强讲话呢 我那项链有点小 哎 你这项链挺大 咱俩换一下子 啊 啊 我先买 换一下 换一下子 不抢了啊 我给你换一下 我这项链有点小 我这个刚他妈一百来只 我看你这都有二百克 啊 换一下 啊 行 张军手 哎我操你妈 我还没等抢了 这笔换 啊 这笔嘎 唐立强把他项链就给换 换了项链之后 急着上车来 啊 顺便抢个结 啊 那老铁 等他妈都走远了 哎呀妈呀 这几个人 我操 这 大哥项链 项链不项链的 哎呦我操 我这项链 他妈的就两三万 我我我这项链那五万 可就等着了 哪五万呢 啊 哪五万呢 啊 杨彪打电话的 喂 报成 啊 彪哥 咋的 不是你欠我那五万 啥时候给我送了呀 不是 那他妈 着急干啥呀你 我就欠你五万块钱 我能欠黄你啊 啊 不是 我最近真他妈手头 有点紧乎 有点急事 我手头 穿不开点了 那五万块钱 你臭臭话给我啊 我我让兄弟去求钱上医院 不是我在医院里面几天就出院了 这点事你等不及了 来吧 哥们 我真真有事 你这么的 我让兄弟去上医院求 你给我臭臭啊 我一会儿一小时以后去 我去求去啊 你他们来吧 你这样 插你五万块钱 我这一会儿给你拿 杨标简化呢 福斯哥都来了 福斯哥去找他去啊 估计这笔可能就死了 他死了 人死在情 我先把那五万钱要回来吧 老铁 该说不说啊 这时候这是白铁的事 这笔 告诉兄弟去 那边该说不说啊 赵宝城也让兄弟 把五万钱凑上 晚上六点多钟 天刚黑啊 咋的呢 这个 不是别人啊 这个赵宝城 啊 在这个医院里面躺着呢 啊 有当时三个兄弟 给他打招呼他呢 门就被推开了 推开门往屋这么一进 三个兄弟一瞅 谁呀 赵福斯啊 包括唐绿强 张军傻子哑巴一进入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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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头别道 家伙子就给顶着了 赵福斯 赵宝城 谁呀 赵福斯 把家伙子就顶着了 别动 啊 别动 兄弟 你好 我叫赵福斯 赵福斯 故乡的赵福斯 他就故乡人啊 现在北京啊 他知道啊 赵福斯讲话呢 是我兄弟 四哥 你你这是唱哪出啊 不废话 焦越南 是他妈你给乐的 对吧 是啊 要不 啊 给你两个选择 把元南放出去 第二个选择 我打死你 你选吧 不是 四哥 这时候啊 他知道赵福斯的 狠独播说 而且在这个赵福斯来之前 新队队长啊 已经跟他说了 说他妈的 这个团伙越差越吓人 呢 说这个团伙 他们又齐不条人命了 啊 这这这这 他妈挺狠的 这个团伙 他已经就指导了 在医院里面 赵福斯以来 他再指导了 他道理去人呢 要不就打死 要把人放 四哥 你看他给我打了一枪 那就是都是社会上玩的 四哥 你都打好我知道 你怎么得让我得点劲吧 你这么点放人行 给我拿十万块钱 行不行 啥玩意儿 唐立强一听 跟他妈四哥讲条件 啊 你想得劲啊 啊 那我让你得得劲啊 哎呦 我擦 哈哈 他的一个凶的被打倒了 啊 打他一个凶的 凶的一五大腿 哎呀 大哥 这是你凶的先得劲的 你想不想得劲 你想得劲 我在你身上也打一下的 不是 大哥 跟他妈四哥讲条件 放不放人 说 放不放人 不放人 打死你 放 四哥 我放 四哥 我放 我放 四哥 我接完打电话 一会儿就打 估计明天就能处理 明天白天 如果看不着交援难 你的死期就到了 你知道我赵福斯是啥人吗 知道四哥 走 话不多说 赵福斯用的很简单的方法 啊 这福斯哥这就走了 就在赵福斯走的当天晚上 兄弟还问赵福斯呢 能不能放出来 差不多吧 等着吧 啊 谁不怕死啊 这笔打电话 打电话 给那个队长耿红 我耿啊 我 咋的 那个交援难哪 不行 他们那团伙你给放了吧 放了 咋的 有人找你了 不是 没人走啊 你看那交援难那团伙你没抓干净啊 你剩很多人呢 啊 谢大哥 这万一你这哪个人找咱们的 这不好翻不上啊 是不是啊 你是受着什么威胁了 还是他妈谁吓唬你了 啊 不是 没有 没这事 老同学啊 这么说吧 这个事我认了 把人放得得了啊 这翻不上点事 江湖一截不一截 放 放个屁 都他妈报市局下来 市局都要给我们立功加奖了 放啥呀 那是我一句话的事吗 我们局长都就不 阻挡这个事了 啊 这事不是我一人说的事啊 放不了了啊 啊 不是 我求你了 你得给我把人放了 我放不了了 怎么呢 这假的你收好处了 给你赔偿了 没有 赔啥偿 放不了 好了 电话一打也没放 这他妈当时啊 他打完电话 兄弟瞅瞅他 哥呀 这不放人 咋整个 那赵福斯不说不放人 明天打死你吗 快 给我连夜转院 我要上长春 上吉林 上渔树 上华电都行啊 快点快点 老铁这笔小 当天晚上赵福斯没想到 这笔连夜跑了 跑哪去了 当天可能跑长春去了啊 或者跑跑这个吉林 等第二天中午呢 福斯哥还没听到 他妈有动静 啊 福斯哥啊 电话就响了 走的时候是留电话来了 哎 四哥 我他妈人本没放出来呢 四哥 不是我不让放个 我那同学不放个 我那个发小耿红啊 他他妈好像在里面整事 他想憋我点 啊 四哥 你看 啊 我 你找死啊 你啊 我不是找死 四哥 我真的 我说实话 那耿红嘛 他妈不是东西 他可能当当阿斯 他可能想憋点 他不放人 他说报事局下来 我 你真是找死 你别让我逮住你 四哥 我都已经不在哈尔滨了 我都上外地了 什么 你他妈上外地了 啊 你他妈跑一辈子 你能啊 不是 四哥 我求你了 四哥这么点啊 我跟你说实话 我我我 我想回哈尔滨 我哈尔滨还有产业呢 但我那同学耿红嘛 真挺的 那耿红家该拿 我告诉你 你找着他谈的呗 你说是实话 实话 他家在道理区啊 这个哪个哪个 哪个楼 那哪 他家就在那 行 我知道了 别让我他妈逮住你 你真是找死 把电话都掉了 兄弟讲话 四哥 南哥这没出来呢 妈的 这小吓跑了 他说他打电话 新队长不放人 啊 四哥 那这事不正复杂了吗 复杂啥呀 我这还有一招 赵普斯讲话 还有一招 啥招 四哥 那个 咱们找这个姓队长 放人呢 就拉倒 不放人呢 咱们就打死他 我这招行不行 啊 啊 他放人就拉击不倒 不放人咱就打死他 这招行不 哑巴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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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立强讲话呢 果不啊 绝对牛逼 这一招 啊 傻子瞅瞅 四哥 你让他打死 我就打死谁 张军脑到脑袋 你妈的 这招他妈的 那是队长 那这这这 四哥 那不能出啥 一个样是港联 还是放 谁能咋的 要不他就放人 不放人 就打死他 我就这招 你有好招啊 你有好招你说 张军讲话 他妈的五个人投票 也是四比一啊 好招 老铁 四哥就这招 他不会别的招 就在当天晚上 啊 这个行李队长下班了 开上了 牛逼哄哄哄的 到家蒙手啊 车往那一停 吹个小口罩 拿车钥匙 刚就不进门道 啊 哑巴傻巴 还有四哥几个人 上面下面 腰一别别动 啊 都别动 啊 从楼上又下了几个 咬不咬不咬不 阿爸 阿爸 哥们 我是行李队长啊 你们找错人了吧 啊 哥们 你们现在走 就当啥事没发生啊 阿爸 阿爸 直接就给塞车了一下 车很快开到了 当时咱说 哈尔滨的一处 偏偏直出的一个江边 啊 下车了 不是你们这是 赵府四丑的 你是行李队长 叫耿洪对吧 是我大哥你是 我叫赵府四 故乡的四哥 那个改他妈道理 去当队长 他能不知道 府四多狠吗 这是故乡的四哥 四哥啊 是我 四哥 你找我这有啥事 四哥 我上有老下有小四哥 我求求你那四哥 你可饶了我吧 四哥 拉了 别废话 九岳南是我老爸 能不能放人 放人不难为你 不放人 我送你上路 打死你 二选一 你选吧 不是 拉了 四哥 我 我我倒能放 关键是我跟我们局长说 局长不一定能放啊 你局长要是不放 你告诉他 就说我赵府四能找着你就能找到他 他不放也给他两个选择 四哥 放人 拉就不倒 不放 打死他 我就这招 啊 四哥 那我试试吧 别试试 你要试的话 明年的今天 就是他们你的记者 包括你孩子 媳妇都给你送了 四哥 我保证完成任务 四哥 你放心 给我给你机会 四哥 滚毒了 是 等他们这个队长走了 这样就脑到脑袋 四哥 他能放人吗 把握吗 万一要报市局来 或者说咋的 他局长他卡着 谁拦着咱送谁上路就完了呗 打死他 我就这招 老铁们别看这招简单 应该好使 走 上场有一路 上场有一路干啥去四哥 我见个人 很快四哥老铁啊 就咋的呢 就上车了 他们几个人开车 来到了当时哈尔滨的这种一路 四哥有别的找还 一颗红线两手准备 很快来到有一路的一个 这个马迪尔武厅的楼上 你慢慢一开 你是赵福斯 告诉他 你们大哥就说赵福斯 故乡的找他 四哥 等会儿啊 谁呀老铁 还记得马金彪 他有一个哥们儿 白把的 哈尔滨白道 非常牛逼的 哈树 树哥 那个外面 那个故乡赵福斯来了 是来找你 他来干什么 让他进来 四哥 哈树啊 今天来找你啊 有个事 啥事啊 四哥 缺钱了 啥的 不不 原来被别人点炮抓进去 这事挺复杂 我现在找那个信任队长了 让他放人 但是呢 他跟局长说 也未必能放 但他不放吧 我就打死他 他局长要不放 我就打死局长 一个样是赶 两样是放 你也知道我啥脾气 但是我怕万一不准声 你能不能跟这个局长过个话 到底去应该你能认识吧 哈树 我倒认识 没事 花多少人听我话 啊 原来除了 像原来给你拿着钱 啊 但你放心 如果这个信任队长 要是不放人 或者局长不放人 我肯定打死他 我就这招 哈树一听 这是给自己听的 四哥 我试试吧 啊 行了 花多少钱啊 你告诉我 回头杨学男给你 走了 四哥走了 哈树他妈瞅瞅四哥的背影 这事跟我有鸡毛关系 找我干什么 走啊 看看四哥走没走 走了 苏哥 真能装毒的 还一个阳也是港 俩也是放 行了 我明天上局长 那去看看去吧 那老铁 上次想给了 第二天 这个刑警队长啊 先来到当时 这个局长办公室 局长 那个 我跟你汇报个事 什么事你说 局长 那个 听说 江云南的团伙 赵福斯他们一大帮 打听你家 跟我家地址呢 不行 他把人放了吧 打听我家地址干啥呀 赵福斯身上地有 十条八条人命 肯定估计 想替袁南 他妈得报仇呗 那个咱们抓的 咱们犯不上啊 局长 放屁 我那么堂堂一局长 那怕他 跟谁俩呢 啊 没事 啊 不能放 不是 局长 他真打了咱家 他真狠的 他真的 赵福斯杀人 你也知道 抓不干净 人的 行 出去 擦你这个胆吧 等他妈队长出去之后 第二个来的客人 那就是哈素 局长 哈素来了 要找你 进来 八把门一关 哈素跟那个局长咋闹的 咱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从事情之后能看出来 哈素也是跟他摆了摆明了这个厉害的关系 啊 这咱说了 局长第二天了 哈素花多钱了 钱啊 花了二十万 就在他哈素去完的第二天下午 越南处理 等越南处理 这个赵福斯还不知道呢 啊 这时候哈素就给当时赵福斯的兄弟海涛打了电话 啊 海涛啊 你大哥没电话 我跟你说一声 人放出来了啊 就越南一会就回来了 啊 是吗 谢谢啊 四哥 人处理了 问他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 哎呀 什么钱 钱呢 那么低 四哥说了 得给你 你说吧 花多少钱 哎呀 花了三十万 四哥 花三十万 你告诉他 回头钱给他 让越南给他 那个四哥说了 等那个越南出来 让他把钱给你三十万 这笔挣什么十万 啊 电话一料 哈素账花 我他妈不挣 白不挣 啊 总他妈凶我 二十万半了 这笔要三十万 那老铁 越南当天下午 包括小双 他们全出来 啊 四哥 哎呦 这回啊 谁给我办的这事啊 刘苏尔都进来了 我 我给你办的 四哥 你用那啥找啊 用那啥找啊 简单 谁他们不给办这事 我就打死他 啊 对了 花了三十万人情啊 那哈素办的 把这个钱呢 给哈素送过去啊 哎 哎 电话响了 哎 四哥 我赵宝尘 我听说人放了 我能不能回哈尔滨了 这个事 花了三十万 因为你 你看这个事 四哥 你的意思是三十万 我花 我就能回哈尔滨了呗 你不难为我了呗 你不干死我了呗 四哥 你只要把三十万 拿回来 送给焦丸男子 我他妈不难为你了 啊 行 四哥 那我拿这钱 最后这个钱谁拿的啊 赵宝尘拿的 老铁 七个队长 还跟赵宝尘过后还闹呢 说你妈咪谁知道 俺家的家庭地址 杠他的呢 不知道吗 那可能赵府寺 神通见尾 不见首的一飞天大道 像晏德里三 你查的呗 他妈这老下人了 给我抓哈尔滨 大江边儿进来 他们要打死我 那赵府寺 那我太知道了 啊 局长后来没招了 局长放的人们 现在队长都不知道咋回事 后来才去了